蓝色汽车缓缓停下 在两名连阵署人员下车后 接在后头的就是宜兰县长林姿庙 只见他脚步不稳 身子一度往右偏 看起来相当憔悴 大批媒体在现场守候 面对提问林姿庙低头不发抑郁 完全没有任何回答 就缓缓走进宜兰地检署内 因为涉及罗东土地开发设饭贪污治罪条例 13号上午连阵署大动作搜索林姿庙关底 并且在下午2点将林姿庙带回询问 经过14个小时 直到14号凌晨4点多 林姿庙搭车前往宜兰地检署接受复训 儿子林佑泽跟女儿林一玲都被吴宝请回 建设处代处长吴钊勤遭到申请 积押禁建 地震处长杨从明也因为贪污治罪条例 5万交报 前议员刘时存也因为卫造文书 10万交报 还有罗东镇公所行政室主任赵宏勋 以及公所客员黄耀志 通通都是10万交报